他出生旺族 却是在父辈那一带因战乱而家道中落 他一出生家族对他寄予厚望 他自幼在爷爷的教导下立志在线家族辉煌 在他18岁那年拿着母亲8000块的棺材本 在一年内变成了300多万 从后他叱咤我们赌厅 巅峰期左右6家赌厅流水超过3000亿 他一点也不把赌王肆宜太放在眼里 还说他只是一个舞女 并在忠目睽睽之下点评澳门各家社团的大佬 好话坏话都说毫不忌讳 他就是赌王何鸿燊的义子何大志 何大志家里早年属于超级有钱且有权的那种 他的祖父何富云是惠州伯罗县的超级富豪 何富云垄断当时的唐业 人们皆称他为唐王 资产极多 拥有300多处房展以及86万亩地皮 别的不说单单这些地皮 如果拿来开发房地产 那百亿资产绝对是跑不了的 并且何富云还有胡雪岩一样 是个红顶商人 这可不是单单有钱就能拥有的 还得有人脉 何大志的老爹何景周自称赋业 为何富云打理生意 后来结婚娶了吕曼福 也就是何大志的妈妈 吕曼福的娘家是医药师家 对中药材很是熟悉 这也为热后没落的何大志 捞到第一桶金买下了福币 何富云作为富商 财产多得三代人也吃不完 可个人再强 国家嬴弱在战争面前 都是脆弱的 这体现了爱国主义的重要性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开始 战火连绵 生灵涂炭 何富云深知 如果战火烧到面前 不仅财富都会化为乌有 连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都堪忧 于是何富云当机立断 举家前往相对安定的香港 房产这些是带不走的 所以只带走了三十将黄金玉器 这些硬通货 来到香港后 何富云为了东山再起 在九龙堂连开十余家商铺 而且商铺全部都是买下来的 在当地人看来 这绝对是大手笔 然而在1941年的圣诞节前夕 也就是在当年的平安夜 鬼子发疯般的将战争波及香港 时任港督杨木齐向日本屈服 导致香港生灵涂炭 历日的圣诞节在当时也被称作是黑色圣诞节 战乱焚毁不少地方 同时也毁掉了许多家庭 而何富云花重金在九龙堂买下的十余家店铺 也在战火中被摧毁殆尽 从此一举不振 何大志的父亲何景周为了生活 放下自己名门望族的高贵出身 来到大街上摆摊卖水果 成了个小贩 想当年在惠州坐拥八十万亩地 现在却成了小贩 一般比较起来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何大志在1956年降生 因祖父长把 大志愿者方能成就千古伟业 这句话挂在嘴边 老爹何景周把希望都寄托在新出生的何大志身上 因此给他起名叫做大志 这个名字承载着爷爷与父亲两代人的期望 希望他能重现家族的荣耀 何大志自幼聪慧过人 并且在不久前 家族也曾是名门望族 因此父母很重视他的学业 不会像当时普通家庭那样 早早地就让责女进入社会这个大染纲 七十年代 何大志十八岁 高中毕业了 在当时也算是高学历了 不过他没有继续进修 而是选择开始做生意 在何大志小时候 爷爷常会跟他说起 自己年轻做生意时的辉煌日子 何大志对此听得津津有味 因此从小就对经商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做生意需要本钱 做大生意更是需要大本钱 何大志的妈妈 见儿子对经商拥有如此强大的自信 经不住他的软膜硬泡 便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八千块钱 给了何大志做创业的本钱 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八千块可是大钱 何大志拿了钱 决定经营中药材 毕竟母亲出身医药世家 自由在这方面懂得比常人多一些 他做事很灵活 那个时候香港的天麻一公斤要两千八 他到内地找渠道采购 一公斤才三十六块 后来开始流行东冲夏草 这个更是离谱 他在国内以两百块一公斤的价格进货 到了香港一公斤变成了一万块 就这样几十倍的差价 使得何大志手头的八千块 在一年内变成了三百多万 果然没有辜负母亲对他的期望 何大志在内地采购中药材的同时 时刻都在观察着其他市场 到了1978年 何大志看准布业 在香港深水部开设一家布行 生意火爆 看着利润可观发展空间良好 何大志迈开扩张的脚步 直接来到澳门开设一个布料的批发市场 并且他还与友人成立布料的贸易公司 到世界各地采购布料再卖到内地 那时候内地刚刚实行改革开放 很多商品都很稀缺 市场供不应求 就拿服装来说 曾有小香港美誉的福建实施市 同时也是那时候的服装之都 绝大部分家庭都在开服装厂 而不管是做批发还是搞零售的人 多是带着现金 要么开着车子 要么提着蛇皮袋子 在服装厂门口等待货物做好 有时候一批服装做出来 还没来得及捡线头这些后道处理 外头的人已经等不及 一抢而空 直接拿到市场上去卖 甚至还有的因为自己的货被人拿错了 将错就错 直接拿走别人订的货 有时候也因为这样而大打出手 不得不说当时的生意是真的好做 主要还是因为供不应求这四个字 在当时的澳门 价格在8块到10块不等的物料 因为国内的稀缺可以卖到40块 不仅差价高 和大致每个月手头的订单 更是多得数不清 每个月能卖百多个货柜箱到内地 每个月的利润上千万 此外 他在澳门也拥有大量的本地顾客 例如澳门马万奇家族便也经常找他下单 在70年代末 和大致虽是年纪轻轻 却是靠着各种信息差成为了亿万富翁 1980年 和大致回国 在老家惠州的博罗县开办一家服装厂 为当地人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 除此之外 他并不局限于在内地发展 他还游走在东南亚各国 像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泰国 这些在当时较为繁荣且华人较多的国家 让和大致赚得盆满钵满 和大致性格豪爽 做事还很有原则 因此虽然他表面上看着就是一个草莽之辈 却在飞黄腾达的路上结交不少好友 在江湖上也是颇有名气 很多人只要有足够的财富 对生活就开始有了要求 特别是在玩乐方面 会尽情享受 和大致也是如此 有时候是应酬 有时候是跟好友一起 经常会一起喝点小酒 或者到澳门的赌厅里玩两局 不过正当别人沉浸在玩乐之中的时候 天生商业嗅觉敏锐的和大致 把目光落到了熙熙攘攘的赌厅之中 有钱人的执行力多半都是很强 和大致对赌厅有想法 立马打听到了如何才能开设赌厅 了解到可以承包后 又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了何鸿燊 何鸿燊对何大致很是欣赏 不仅给了赌厅的承包权 还收他为义子 在澳门多少人靠着赌王何鸿燊养家糊口 何鸿燊可以说是一手遮天 而何大致成为何鸿燊的义子 就犹如九品芝麻关中的常威 有李莲英这个干爹可以说是横行无忌 当然赌王一天下来得处理那么多事情 哪里能说是想见到就能见到的 何大致之所以能跟赌王撤上关系 那就得说说何大致的估障 何大致的估障早年是一位探长 在澳门很有势力 当初何鸿燊从二代赌王博老荣家族 与高可宁家族手里抢下澳门唯一的那张赌牌 触动了两大家族的利益 那时候何鸿燊还不是赌王 实力比不上他们两个家族 在他们的威胁下从澳门逃回了香港 后来何鸿燊有了香港14K二路元帅陈清华的撑腰 回到香港登上赌王之位 在此期间何大致的估障为何鸿燊解决了很多问题 何大致能联系上何鸿燊 便是因为他的估障 而他能成为赌王的干儿子 也很可能是因为估障这层关系 澳门的赌业是各行业的龙头老大 而何鸿燊是赌业的掌舵人 因此作为何鸿燊的义子 何大致在江湖上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所有人见了都得对他客客气气的 没过多久何大致就成了第一批承包赌厅的人 他成为精灵贵宾厅的厅主 之后他又接连开了其他五个赌厅 何大致在巅峰时期作用六个赌厅 赌厅里的流水就超过了3000亿 不得不说何大致对商业的洞察力很强 知道如何将周围的一切资源发挥到极致 这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的素质 但是他虽然靠赌大发奇才 却也告诫大家千万别赌 这实在是有些自相矛盾 最近几年何大致接受过多次采访 他真心劝告大家 只有庄稼才是真正的赢家 不赌为赢 就算能在赌厅里赢了一点钱 也会产生贪婪之心 想着继续赢钱 长时间下来不仅把赢的都输掉了 还得亏得一塌糊涂 而赌厅对于大客户 往往还会提供吃喝玩乐的项目来留住客户 最终的目的就是掏空客户口袋里的钱 俗话说得好是赌酒片 何大致还说 很多看着优雅而漂亮的女孩子 就因为赌到没钱了 赌饮又犯了 最后随便的跟别人上床 从一个高雅的人 变成一个低俗趣味的人 同时还有不少富豪 白手起家 赚得家财万贯 本事极大 最终也是因为好赌而倾家荡产 何大致自己也曾因为赌钱而赔了不少 可他并不是自己赌 而是他的好友适赌成性 输了钱常找他借 像这种情况 外面欠他的账超过了十亿 最重要的是 这些账不仅大部分收不回来 朋友还躲着他 友情没有以前那样纯粹 甚至是断了联系 这就是他口中指的赌书的地方 八十年代 崩崖居在澳门江湖中展露头角 短短几年间打败多个大佬上尉 被外媒誉为澳普教父 在澳门呼风唤雨 何大致与崩崖居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但都是在资深行业里的佼佼者 两人都属于少年得知之辈 这种情况 双方一个年轻气盛 一个心高气傲 谁也不服谁 一天晚上 何大致在黄金夜总会遇到了邦雅居 两人看对方都不顺眼 不过却没有叫手底下人出来火拼 而是选择最简单的方法 单打独斗 双方一个红拳 一个永春拳 几个账面下来 打得空气中留下残影 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一架 两人反而是打出了缘分 最后他们斩鸡头 烧黄纸 煞雪为盟 成了结义兄弟 在一次采访中 何大致对邦雅居的评价颇高 他表示邦雅居为人虽然是脾气暴躁 好赌 却是个典型的义气江湖人 在邦雅居被抓之后 何大致跟他始终还是保持着联系 十多年后 邦雅居走出牢房 准备到内地经商 却遭到了拒绝 这时候 何大致还站出来仗义表态 邦雅居才能到内地经商 如今还成了网红 当然在江湖中 何大致还不止邦雅居这位结义兄弟 还有其他好友 比如何安乐的水房赖 水房赖是继邦雅居之后的 澳门地下王者 在与邦雅居的龙争虎斗时 一向占据上风的他被邦雅居 绝地翻盘逃出澳门 邦雅居入狱后 水房赖重返澳门 垄断碟码行业 并且十多年没露面 坊间称其为幽灵教父 用何大致的说法就是 阿赖很聪明 但是胆子小 否则早就击败了邦雅居 结果却遭到邦雅居绝地反击 逃到了加拿大 和大致与香港14K的 X老文的关系也很好 X老文是14K的叔父辈 在社团内地位颇高 但是到了最后 却被同为14K的九指华 给大写八块 十分凄惨 而当时九指华跟的大佬 就是街市伟 街市伟曾是澳门女赌王 司徒玉莲的老公 后来离了婚 自己还开了酒店 那时候街市伟 与巅峰器的崩崖剧闹不合 酒店开业那天 邦雅居派人到酒店门口 拿着AK47一通乱扫 搞得街市伟焦头烂额 这事还是托了何大致 邦雅居才放过他 不过何大致对街市伟的印象 确实很差 他说道 街市伟一点都不讲交互道义 需要人时求爷爷告奶奶 不需要时就懒得理人 就是一个烂人 当记者问道 何大致对赌王四姨太 有什么看法时 何大致露出鄙夷的表情说道 我也不太清楚 他只是一个舞女 能有什么能力 以前是长得挺美 现在年纪也大了 四姨太背后可是赌王何鸿燊 但靠着赌王赚钱 却敢当众说这些话 显然何大致并不怕惹到他们 但何大致也并不是谁都不怕 当他处于人生巅峰时 还差点出了事 何大致在2002年的时候 把生意做到了韩国 那时候宝岛与大陆的关系 还不是很好 虽然仅是一海之隔 但是宝岛要到内地 却需要到别的地方中转 才能绕到内地 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坐飞机到香港 再从香港到内地 而何大致到韩国旅游时发现 如果这个中转点设在韩国激州岛的话 可以省下两个小时 变相地缩短了距离 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回国的台胞 但那时候韩国与报道并无联系 何大致就发挥自己超强的人脉关系 利用各种渠道 打通了台北 冀州 上海的专门航线 让宝岛的同胞与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 何大致与好友的宝华旅行社 在台北开业了 很快就受到了欢迎 大发奇才 靠着冀州岛作为中转站 何大致手头变相地有了流量入口 作赌出身的他 自然少不了在当地再开个赌厅 冀州岛皇冠假日酒店 便是由何大致来打理 酒店里开设赌厅 再通过旅行社的路线设计 不少旅客都会到赌厅里玩两把 这个赌厅的盈利 让何大致更上一层楼 可也因为这个赌厅 让何大致摊上了事情 2005年 宝岛的大佬南哥与贤哥 远赴冀州岛寻欢作乐 那一次何大致没有亲自赢假 南哥觉得丢人 于是掏出口袋里的8848手机 拨通了何大致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南哥对着何大致破口大骂 还表示他好歹也是宝岛的第三把手 何大致不来赢假 那是对他的大不敬 南哥位高权重 何大致不敢不从 赶紧给南哥安排了一间总统套房 那一阵子南哥吃的是报身赤肚 喝的是茅台跟路易十三 出行都有专门的司机开着劳斯莱斯库里南 反正都是以最高的规格来接待 怎么做有派头就怎么来 所有费用都有何大致包园了 到了晚上吃饱喝足 何大致带着南哥跟贤哥到酒店下面的赌厅里游览一番 过了几个钟头又带他们去享受抑郁风情 一整套流程下来 何大致给足了南哥跟贤哥的面子 这两位来自宝岛的大人物心满意足 但很快一张南哥与贤哥在赌厅里大战的照片传了出来 经过媒体的大肆宣传 在宝岛引发了轩然大波 由于信息量太大 涉及的范围也广 搞得一把手扁哥不得不出面向市民致歉 南哥被这事搞得焦头烂额 迁怒于何大致 他认为何大致是幕后黑手 因为他是赌厅的老板 但何大致却失口否认 表示这事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自己也很纳闷 但是南哥没有就此罢休 他拿出数千万悬红 对何大致下达了江湖追杀令 何大致一开始还不信 没当一回事 后来何安乐社团的好友 将这张悬赏照片发给了何大致 何大致才知道这是真的 想来想去 内地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于是何大致离开澳门 搬到珠海低调生活 并雇佣十几个保镖 在身边保护着自己 一朵就是三年 2014年 何大致遭遇了一次更大的危机 他的赌厅被人拿去抵债了 有一位名叫黄山的爹妈在 平时与何大致走得挺近 与不少富豪也相熟 黄山打着金灵厅股东的旗号 在外面四处借债 最终带着八十多亿跑了 据说黄山是周公子的白手套 随着周公子出事了 黄山也只能跑了 金灵贵宾厅是何大致事业中的重中之重 黄山搞这一处 何大致却拿他无可奈何 不过既然黄山是以金灵贵宾厅的名义借债 债主没找到黄山 自然是找何大致了 据说一名木姓女子被黄山卷走了十一个亿 要求何大致偿还 何大致哪里可能给 不过木姓女子背景深厚 何大致最终只能将贵宾厅的管理权给他 这事才算过去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何大致也终于熬了过去 如今他跟崩牙居经常一起出现在内地 2021年何大致到了福建的泉州 尽管穿衣打扮仍是一副曹茫之辈的模样 但是他出入座的是奔驰 下车后迎接他的人对他那是毕恭毕敬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